如果把二郎神养点的攻防属性 加到白衣袖士身上 他能否打用游戏中的各种强力Boss呢 本期视频 二郎神将附身于白衣袖士 使他的实力大大增强 而白衣袖士本身 也拥有极佳的攻击模组 闪身回避以及伤害爆炸的水系技能 他将携带二郎神的属性 单挑第四关以后出现的所有强力Boss 当然为了防止别人说他数值碾压 白衣袖士对于花骨山以外的Boss 将只采用七成功力进行战斗 二郎神作为本场比赛的裁判 先不参加比赛 好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话不多说 战斗直接开始 第一位上场的是独敌大王 面对只拥有七成实力的白衣袖士 他的发挥将会如何呢 可以看到属性增强的白衣袖士 这招劈浪展的伤害非常的高 一招技能值也打掉了独敌大王十分之一的血量 当然独敌大王也不甘施弱 钻地技能可以规避大多数的指向性伤害 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出场后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依旧被白衣袖士打了一套 白衣袖士的攻击模组真的是太优秀了 当然本场比赛全部唯一阶段战斗 所有人不提供二阶段变身 只需要打控对方的血条 即可以获得胜利 我都算是个本事 你够难去动那上头的恶倾 我以后去 他也没用 他也没用 走 惑 不许 过后你们 没人所交 你 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毒队大王在最后时刻 并没有发起有效的进攻 白秀是惊险的获得了胜利 毒队大王挑战失败 下一位出场的是小萌龙 作为游戏中数一数二的单挑角色 小萌龙在前几场的群战战斗中表现低迷 那我们就看一下在这场战斗当中 他能否发挥出自己百分之百的实力 战胜白秀是 我们话不多说 战斗直接开始 战斗直接开始 不准备了 可惜… 走 做人的狮子 对于你 ,你怎会 好 这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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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 2 2 4 不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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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9 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小红龙在最后时刻 关键性的打断 直接一套带走白球式 小红龙挑战成功 下位出场的是红海尔 作为斗区区比赛的刺头选手 红海尔在一阶段的三个技能 都会强行锁定摄影师所在坐标 因而本场比赛 摄影师化身为战地记者 时刻指引红海尔精准释放技能 不要让他与空气斗智斗勇 尽量让红海尔的技能 打到他应该打到的对手身上 当然二阶段的红海尔 没有了强行锁定的技能 就表现非常优异了 好的 这里有没有话读的说 战斗直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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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启 滚 滚 啊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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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大 快跳 沉睡巨头 可不怕 你该说到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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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食物 剪进破续 好耍子 好耍子 刚才的能在那儿 乔 赞坐不休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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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啊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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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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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法天兄弟的二郎神表现如何 法天兄弟二郎神的投机并没有伤害 这里并非bug 而是原本就没有打出伤害 仅仅只能算作一个过场动画而已 尘虽智柔 可非 以此无论的使用 仍然是级仲 前达 啊 那一 那一 路过屋门 为人所长 来 战若是迷惑住 路过屋则不上的 像是虎蛟杀了 不准备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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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Protest 呜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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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110 呜逼 取回石城功力的白袖士果然不同凡响 轻松战胜法天相帝二郎神 轻尸二郎神挑战失败 第二位挑战者是大胜石渊 面对的依旧是石城功力的白袖士 看一下石渊的表现如何 石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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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渊在最后时刻使用赖皮的AOE技能极限反杀成功 面对无限锤地板白袖士毫无办法 石渊挑战成功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大胜餐区 看一下大胜餐区最终的表现如何 石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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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的安身法在单挑当中起到了极其变态的控场作用 白衣袖士对此毫无办法 大胜残去挑战成功 好啦 本场挑战赛到此结束 下一场大家还想看谁与谁的比赛呢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笑傲小风 那么下期再会咯 大家拜拜